再來是一個好消息 長庚醫療攜手國防部跟中研院 在病人身上找到了 25株人類單株抗體 可以研發快篩 更有株抗體有機會 抑制病毒進到人體 未來有望開發治療試劑 另外香港這個研究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了 原來武漢肺炎病毒 可以在外科口罩的外層 存活7天 在手機跟金屬上 甚至可以存活超過9天 利用電源 實驗人員專注研究 這一回又有重大突破 在病患體內找到可以研發快篩 和抑制武漢肺炎病毒 進入人體的關鍵抗體 透過一些方法 我們就從人類的V細胞的上面 一些基因重組的方法去取得 做成這些單株抗體 那也跟一些 許多研究團隊合作 找到這13株 可以抗S蛋白的單株抗體 長庚醫療攜手國防部和中研院 未來研發快篩 最快在30分鐘內就有結果 準確度也會更高 距離開發上市大約要半年時間 而其中一株抗體 可以有效阻撓病毒侵入人體細胞 未來一年到一年半 再通過人體試驗 就有望能成為治療或預防 武漢肺炎的新解方 針對武漢肺炎 香港也有新的研究發現 在室溫22度 濕度65%的情況下 病毒可以在外科口罩外層 存活7天 內層存活4天 鈔票或玻璃上存活2天 衛生紙紙張最短也有3小時 德國研究更證實 手機金屬病毒殘留最長能夠高達9天 而美國研究也找來確診患者做實驗 戴上口罩咳嗽 結果發現外科口罩竟然無法 完全過濾病毒 不只口罩擋不了頑強的病毒 也有研究發現 無症狀感染者在發病前五天 傳染力達到最高峰 病毒量甚至比SARS高出一千倍 症狀不明顯是防範的最大隱憂 而病毒存活力強 戴好口罩 勤洗手 才是自保的上上之策 記者吳承翰 科北宣台北採訪報導